我国一直是世界范围内的军火出口大国 系历史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国的主要出口产品类型为科技还量低 但结构简单便于维护可靠性好的装备 其中以56式冲锋枪 63式107毫米12管火箭炮 和59式坦克为代表作 这些简单易上手的武器 被大量出口给中东和非洲国家 损毁了也不心疼 而自从北方工业公司成功利用 PLZ45型155毫米自行火炮 打开科威特市场后 我国的外贸军火的科技含量逐年提升 随着时间推移 目前中国外贸武器装备的代表 已经变成了在伊拉克叙利亚领空上 暴揍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彩虹系类武装无人机 射成高达200公里以上的远程大口金火箭炮 以及以非第四主战坦克为代表的新型装甲兵器 值得一提的是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 五国武器最信任的地方在一起低廉的价格 而现在则完全是凭借性能拿下外国客户的订单 以出口给泰国陆军的非第四主战坦克为例 该坦克出口单价高达580万美元之多 已经比一辆俄制T14阿玛塔主战坦克的成本都要贵 然而泰国皇家陆军依然任性的一次性订购了100辆以上 不过要说到我国武器的最大客户是谁 那则非巴铁魔术 我国与巴铁的友谊是在第二次硬巴战争中凝固起来的 巴齐斯坦海陆空三军中早已是遍地中国装备 陆军主力坦克为MBT2000哈利德 空军主力战机为FC1骁龙 海军则围绕四艘F22P军刀级护卫舰建设 不过巴铁面对实力相对强大的印度海军依然兵力不足 自从2016年与我国签署了八艘潜艇的天下合同之后 去年又决定购买两艘054A护卫舰 而最近更是传来好消息 就在6月1日巴基斯坦海军推特发文表示 已经我国中传贸易公司正式签署追加购买两艘054A型护卫舰的合同 这样一来就得到三年之后 巴铁方面购买的全部四艘054A护卫舰将全部到货 这将使巴基斯坦海军的实力得到质的飞跃 加上2023年前全部可以交付的八艘常规潜艇 印度人这下真要点亮点亮自己的海军实力 还够不够碾压巴铁了 在中国洋战略的发展历程中 最重要的就是要在海外怒刷存在感 而巴铁则可以作为我国进军印度洋的一块最佳战略跳板 此次054A型护卫舰的出口 堪称我国首度将现役主力装备完整的麦给别国 这除了体现出我国充分的自信和中巴牢不可破的勇意之外 也彰显了我国进军远扬拓展海外利益的国家意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